用地不足让新竹县尖石乡40处的公墓区全都满葬 更出现了跌葬的现象 墓区杂论不堪 县议员刘建民在定期会上 就要求明镇处辅导地方 协助山区来建制现代化那谷墙 也关心台风酿司马库斯路段的复旧进度 解决墓地长年不足 武丰乡大爱第一公墓那谷墙今年3月动工 尖石乡也有殡葬区缺乏的问题 县议员刘建民定期会上关注质询 尖石乡的公墓大概有40几座 那其实就是从过去日据时代一直沿用到至今 那因为现在几乎都已经满葬了 其实等于是无地可葬 所以部落最近有发生一些乱葬的状况 那乱葬又会遭到裁除 所以造成部落的租人苦不堪言 所以部落必须要做更新 那谷墙可以减少我们的用地面积的部分 当然这个经费是要透过中央 以及相公所的提报 我们希望县府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协调者 刘建民说 尖石全乡有40处公墓区 但全都已满葬 更出现跌葬现象 墓区杂乱不堪 要求民政处辅导地方 协助解决用地受限 加快申请新办事业流程 建制现代化纳谷墙 县府回应等部落会议通过凝聚共事后 预计明年初下乡盘点现有资源 帮助整顿杂乱墓地 并协助争取中央补助新建殡葬设施 我想建制现代化红墓它是用这个纳谷墙的方式 用墙来安置这些纳谷 那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会请民政处已经跟相公所联系了 我们来争取补助 赶快依据它的需要 我们来新建这个纳谷墙 刘建民也关注因汤瑞台风争断的司马库斯联络道 希望加快附建桥梁 也要求县府定期清沟输菌防范灾害 确保农路观光交通不中断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您。